热播剧《胡笑龙云》当中 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与爱妻夏侯辉相之相依 夏侯辉被小叔子司马昭杀死后 司马师简直是悲痛欲绝 但是这部剧实打实的是骗了所有的观众 我们从这三点来看 一 夏侯辉非常聪明 后牙有十度 帝没有所为必欲筹化 就连司马师想要做什么 都要妻子夏侯辉来筹谋 但是司马师一族也心熏天 而夏侯一家与曹家 虽云异性其有骨肉 是已入围复兴出当爪牙 所以夏侯辉的聪慧 加上娘家与皇帝的关系 使得司马师忌惮不已 史书中记载 后知帝非未知纯臣 帝身忌之 青龙二年遂已震崩 意思是司马师毒死了老婆夏侯辉 二 夏侯辉的兄长 她的娘家靠山夏侯玄 被牵扯到浮华案当中 冥帝恶之 免诞官 失事的娘家 使得丧心病狂的司马师 更是肆无忌惮 不仅如此 她还和以前的官二代好友们 纷纷撇清关系 三 司马师在夏侯辉死后 又连续娶了两个妻子 分别是郑北将军 吴志的女儿吴氏 和泰山杨氏的女儿杨辉瑜 这两个妻子 都是门伐大族的名门归秀 然而前者的父亲失事后 被曹瑞贬为丑猴 司马师顺道将其见处 后者杨氏是百年儒家大族 成为皇后 而且 司马师在称帝后 不想追风夏侯辉为皇后 还是杨氏屡屡觐见 才勉强封其为锦怀皇后的 所以 大家看剧的时候 千万别把剧情当真 司马师冷酷无情 心机深沉 女人对她来讲 只是笼络势力的棋子而已 这才是事实 这才是笼络势力的棋子 这才是笼络势力的棋子